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你的神从外无的烦扰中解放出来 就是将心神从有为中解放出来 也就是默然无魂 就是寂寞无知貌 无魂就是好像咱们说呢 如酷母死魂 全无动念 就是好像没有 就像掉了魂一样 就是一个人 人一掉了魂呢 就跟傻子一样 默然无魂 到了这种地步 万物云云割夫其根 如果你能够不治理天下 要独处无为的话 那么万物呢 他自己按照自己的规则去发展 那么万物云云各夫其根 万物呢就 各自回到自己的状态上去了 各夫其根而不治 所以万物呢各自发展 按照他自己的发展 发展到他那个状态呢 他也不知道怎么发展 那就是顺其自然嘛 浑浑屯屯 终身不离 若比之之 乃是离之 所以说 这样呢就是 万物都是处在一种 浑浑屯屯的状态 那么呢 终身的都不离 他本然状态 如果就是你用之去执道 那就你自然就离开本性了 所以说 这就是说 你有心去做的时候 正好你就去 你就离开你那种状态了 若比之之乃是离之 所以如果你用之 就是去 非要知道这个万物怎么归根呢 非要想到你自己怎么如此的 那么呢 你呢就是 你就跟你的本性分离了 所以说 无问其名 无窥其情 无窥其情 误故自身 所以说 你不要就是 去问万物这个名 也不要去看 探测万物什么状态 就是说 你呢就是 万物的自然就自然的 得到发展了 你自己也得到自然的发展了 所以 这阮玉松说 千情忘明 一任万物之自化 故皆得自全其生理 云将曰 天 将朕以德 事朕以末 所以说 这就是把这个 鸿蒙彼成天嘛 你给我 最高的德性 告诉我要沉默无为 功身求之 乃今得之 我认真的 亲自来向你求 请求 现在我得到了 再拜几首 起此而行 所以 这就是 也是突出一个 无为的思想 世俗之人 皆喜 人之同乎己 而悟 人之一欲己 一般的人都喜欢 别人复合自己 而厌恶人 跟自己 发表不同意见 同欲己而欲之 一欲己而不欲者 就是 跟自己相同的 自己就 就欢迎 跟自己不同的人 自己就不 不欢迎 以出乎众 为心者也 所以郭项说 心欲出众 为众郡也 宣颖说 言己 超出众 皆当存己 这就是以出乎众 为心者 就是我们 让别人 附和自己 认同自己 就是我们 想超出众人 以出乎众 为心者 何尝出乎众 这就是 庄子的反驳 如果你以出乎众 作为你的 就是目的的话 那么你真的 超出众人的吗 实际上你 仍然是以众人 作为你的目的的吗 你是 所以郭项说 众皆以出众 为心 所以为众人也 若我以欲出众 则以众无疑 而不能相处 所以实际上 你以众人 作为你的参照系 你还是众人的一个 因为你只有完全 把众人抛弃 那么你才能够 真正的出乎众 因众以宁所闻 不如众计众矣 这句话也很难理解 这个南华真经覆没说 因众以宁所闻 是言因众人之文件 以稳妥自己之文件 所以因众人之文件 以稳妥 以广固自己的地位和文件 因众以宁所闻 不如众计众矣 就是 则我之不如众计 亦有多矣 这个意思是说 你来靠众人的认可 来加强你的地位 或者你的知识 那么你这知识 众计的一个方面 所以众人的 可能还有更多的手段 这是南华真经覆没 这个解释 中太人是怎么解释的 中太人说 因众以宁所闻 乃是因众人之同己 以安其所闻 而将其自信 这就是说 因为你靠众人来加强 来巩固你自己的见闻 是需要通过众人认同你 来获得你的自信 这是中太的解释 这个所以说 这种方法来按中太的解释 你是还是 一人之意 识人之识 你还是那个什么 靠众人来支持你 所以说下面就说 其不如众人之计 以多以 那就是按中太的意思吧 此计划 继续伸说上句 同乎己 同乎己 则是自己获得世俗之人 知识之一计 故说不如众计众矣 正因为此乃一计 故夏文讲 用之治国有害无益 因为你这则是 你靠同乎己 别人支持你 来获得自己的肯定 那则是一个手段 则是一个方法 我的理解是 正因为此乃一计 故夏文 讲用之治国有害无益 所以下面说 而欲为人之国者 而想着 把自己这点观点 以自己的智慧 来治理人的国家 此朗乎三王之利 而不见其患者也 这就是说 看到了三王治理天下的利 而没有见到他的祸害 此以人之国侥幸也 这就是拿着别人的国家 来做侥幸之事 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 就是有几次的话 有多大可能性 能够靠侥幸而不把别人的国家给毁掉呢 其存人之国也 五万分之一 他能够保存人家的国家的可能性 就是一万份里都没有一次 而丧人之国也 而把人家别的国家毁掉了 一不成而万有余丧 万有余丧就是 就是一次不成 可以就是就像说呢 联系多次来 就是让人家的国家毁掉 背负有土者 只不知也 有土者就是有国的 就是这些统治者呢 不知道这个道理 还非要找那些贤能知识来治理国家 负有土者 有大物也 有土 有国的人呢 都是有大物 就是大物呢 就是天下国家呀 有大物者 不可以误误 下面这一段呢 这个不单是个注解纷云 而且巨斗 断据也是纷云的 也是不一样的 有大物者 不可以误误 所以我这说 此处注解纷云 今从郭相之断据 就是按郭相来断据 而于悦 中泰 张默生等注 更显之理 有大物者 就是有大的国家 就像诸侯王这样的人 不可以误误 这个误误呢 就是按照宣应来解释 既见有物 则为物类 不可主宰乎物也 按此处乃 深说无为之意 物物即制物 言有大物者 不可以制物 但当物为 此乃顺上文 欲为人国者 说下来 我这个意思呢 是按照宣应这个意思 隐身下来的 所以不可以误误 你不可以制物 不可以有为的 去治理国家 而不误 故能误误 不误呢 就是不制物 宣应说 不见有误 则超乎误外 故能主宰乎物也 就是你不去治理万物 不去治宰这个国家 才能够真正的 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明乎物物者 指非物也 物物者 那就是治理万物的人 也就是道 也就是天下 也就是王毕所说呢 重不能治重 治重着治寡的意思 言治理者 不可容为万物之一 所以明乎物物者 指非物也 就是真正治理万物 治理国家的人呢 不是不可以 作为一个具体的物 就是如果 他就是要超出 这个万物之上 就是启毒 治天下 百姓而已在 那如果你明白 这个道理的 那你不但是 治天下 百姓 你能够治理好 而且你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 你可以治理好 所以明乎物物者 指非物也 物物者 就是治理天下的人 这个东西 不是一般的物 不是一般的人 那就是 体道之人 物道之人 你才能真正的治理天下 如果你体道了 物道了 你当然就无为了 就顺物自然了 所以说明乎物物者 指非物也 启毒 治天下 百姓而已在 出入六河 游乎九州 独往独来 是为独有 那么你这个明乎物物 这指非物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就是明白道了 那么你来 出入六河 六河就是 这个宇宙了 游乎九州 也就是天下了 独往独来 是为独有 你自己独往独来 而天下都得到治理 以物为治天下 故一遇众人 这就是独有 独有之人 是之为治规 实际上这个意思 还是你要体了道 物了道 然后呢 以物为的方式 来治理天下 那么你就可以 把天下治理好了 按照这个剧斗 当然你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给你们首先解释 因为你要用别的剧斗 就是比如用 逾越的 中泰的 张陌生的 那就不好解释 所以我就直接 还是用 按郭向的端句 来剧斗来走 按郭向的剧斗 按轩影的注解 大人之教 若行之欲影 生之欲想 就是大人之教呢 他处于无为 就是咱们说呢 何而不昌 这就是得冲福利 那句话说 就是你就像 镜子跟万物一样 你不来照 我也不去 不送不影 这就是 郭向说 白姓之心 行生也 大人之教 影响也 大人之欲天下 何心在 有影响之 虽行生而 就是行之欲影 就是说 那个什么 就是白姓 就是有行了 这个影呢 自然就出来了 没有行了 影了也就隐藏起来了 声之欲想 没有声 哪有响啊 就是有声 有声音敲出来了 响了就开始回应了 下面说的更清楚 有问而应之 尽其所怀 为天下配 就是人有问 才去回应 不问就不坑 尽其所怀 就是把自己 所知道的 都说出去 就是尽当 指大人 尽自己所怀 以应所问 由尽之应物 就是为天下配 配也是主的意思 做天下来主人 来主宰天下 所以这个地方 郭向认为 尽物所怀 我觉得这不妥 尽其所怀 是尽大人所怀 就是就像尽之应物 不是尽物所怀 就是所以说 有的时候 这就是我一个同学 清华文的同学说 他说有的时候 我们人呢 就应该是 不要太主动 就是应该就是 学有点道家的味道 他来处事方 方真就是这样 他不会主动的 去帮助别人 但是别人求他 他肯定帮助 他是这样的 处乎无想 行乎无方 国想的主 记忆歹悟 随无转化 就是说 自己不去发想 就是你 你别人想了 我就 我就回应你 行乎无方 我没有什么 什么原则 没有什么规矩 但是呢 你有 你任何方面 只要来了 我就给你有回应 弃如始夫之恼恼 以由无端 这个呢 也是比较复杂一点 这句话 弃如始夫之恼恼 以由无端 这个愉悦的注 始夫 就是往复的意思 恼恼的乱的意思 弃如始夫之恼恼 就是言 如等往复反乱之人 意思是 为大人 则提起 其始夫之恼恼着 而共有于无端 这是按 按愉悦的注 这个大人呢 领着天下这种 天天忙乱 忙乱的人呢 就是把他 就是给他领着这些人 回归一大道 无端 以由无端 无端的那就是道啊 就是出路无旁 无旁的也是道 无旁嘛 道是没有任何依靠的 欲日无始 欲日俱新 欲日无始 也是跟道合一了 宋论行驱 宋论呢 是言 行驱的是行 宋论行驱呢 合乎大同 他的言行呢 都跟大道 混合为义 大同而无以 而无几 跟大同合一了 哪有自己啊 无几 勿乎得有有 自己都没有了 哪还有 有什么 还有有的概念呢 这就是至人无几的意思 独有者 惜之君子 独有者 天地之有 所以说 你心里头还有有 这个概念的时候 那么你自是一般的人 是一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